我心中就要鍛鍊了 你拿草油怎麼好啊 心中油啊 OK 失禮了 媽媽寫的爸爸 很年輕 總是笑笑的 非常溫柔 他們兩個是在一間 銀座的高級餐廳相遇的 銀座 很多偶像劇 都是從銀座開始 有客人 大変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勝井さん 家の大事なお客様になんてこと 今すぐにきちんとお詫びしなさい この指はクリーニングができるまで 僕が預かっておきます それでは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あ そうだ 忘れてた 名刺忘れてましたね 僕の名前は 3K名できます 連絡も待ち それでは よっ 待ち合わ いいかね よしよしよし OK あ お母さん 多少人 別客氣 お母さん 7月生 多少 6個人 5個人 6年 8人 0 我心中就要鎮起來 你拿草油怎麼好 心中油啊 飽受疫情肆虐的一部戲 今年第三年了 讓大家體會一下 當年那個 他有百分之六十是日文 讓大家體驗一下 當年的人的困境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一次是雖然金礦 家裡的環境非常好 但是一個太太 我一直就是很霸道 然後我就是說 對他們的情感其實是擺在心裡 尤其是對兒子 我自己戲裡面印象深刻的 輔助兩個人的戲是 K-明對荷茲第一次講台語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荷茲是完全聽不懂台語的 但是 我是以前的最愛的老公 好像突然變成陌生美一樣 他對我講陌生的語言的時候的衝擊 非常非常的大 那走進這個劇院裡面來看這部戲 那大家進去以後 那可能對我們面臨現在疫情的一個處境 還有這兩三年來 不同的一個人生衝擊 會有不同的觀點